我们曾经报导过蓝绿立委为了开放陆生来台的法案 两度在立法院爆发严重的肢体冲突 不过民进党立委现在态度有所转变 表示既然党不了干脆就有党团提案 把教育部宣称的三线六部明确写进法案条文 国民党团也表示可以好好协商 原本为了开放陆生来台修法 蓝绿在国会又吵又打肢体冲突不断 加上国会人数民进党33席居于劣势 因此民进党团表示既然挡不住陆生来台法案 会提出党版修正草案要把三线六部明确入法 要三线六部能够入法 能够为我们台湾学生的权益来捍卫 国民党不要做扭曲 民进党一直强调了陆生来台 我们希望是有配套而且是入法来做一个规范 民进党强调的三线六部 就是要在大学法专科学校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陆生来台三法 将限校限量不加分不占招生名额 不提供奖学金和打工 不可考照及留台就业等规定纳入 民进党态度妥协 国民党强调 只要不背个意识 大家都可以好好谈 但书条款的话 那事实上你在法律上来把它明定的话 那其实我是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 因为本来就是要这样子规定 到底哪一些要放在法律条文里面 哪一些要放在行政命令里面 我想这个都可以来妥善来协商的 由于何路生来台相关的法案 其中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基本母法 国民党对母法要将三线六部假修进去 认为有修改过多的疑虑 而立法院最快在10号 也就是下周一 重新审查路生来台三法案 今天小朋友组台北报导